主席 我想这个量能课税 它会是 就是证所税 如果我们有证所税 那我理念上认为 这是往量能课税的方向 卖钱一步 那最主要的理由 其实因为我们看到 真的这个世界上 几乎所有的主要国家 都是有证所税 那理由当然他们也认为 我请教一下部长 这个问题抱歉 我先打断您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告诉我说 这世界上哪一个国家 同时刻了证所税跟证交税的 国家是不多 我们现在看到的 譬如说韩国 英国 爱尔兰等等 那所以这个证交税跟证所税 所以大部分的国家 都是刻证交税或证所税 对不对 大部分的国家 比较多都是刻证所税 所以刻了证所税 就不一定要有证交税了 不过他们的证所税 税率非常的高 相对于我们 而且几乎全部都没有扣除额 每一个人都 在股市只要赚到钱 全部都缴税 你所谓的量能课税 其实讲白了 就是说 能赚到钱的人 他的所得就应该要缴税 所以也就是说 只要能够达到量能渴税的目标 是证所税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税制 其实并不是重点 对不对 我想 我现在很担心的一个问题是 我现在很担心的一个问题是 是重点 对部长 我现在很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现在是希望让证券市场赚到钱的人缴税 这才是关键 但是让他缴税是不是一定要用证所税 我觉得这应该是可以有讨论的空间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把证所税图腾化 就证所税就等于量能科税 除了证所税没有第二条选择 证所税就等于公平正义 反对证所税的人就是反对公平正义 我认为公共政策如果没有任何辩论的空间 如果没有任何转环的余地 那也不用讨论了 那就直接扣一个大帽子 反证所税就等于反改革 反证所税就是反公平正义 这些人就拖出去枪毙算了 也不用再讨论 也不用表决了 如果今天氛围形成的是如此的话 未来不仅是证所税 台湾未来所有的政策制定都没有品质可言 因为我们只要祭出民粹 只要祭出图腾 拿一个大旗挥两下 这个政策就过了 可是事实上有没有效果很难讲 是不是事实上有没有转环的空间 或者讨论的余地 也许有 可是因为在这种压力 在这种氛围之下 大家都懒得讲了 以一个立法委员的角色来讲 坦白讲 我也可以博个好名声啊 我支持改革啊 我支持公平正义 我支持量能科税 我干嘛当坏人呢 如果有一天股票市场真的垮了 政府收不到税 干我什么事呢 那个时候我们再来检讨嘛 制定政策的官员负责任就好了 也轮不到立法委员来负责啊 但是为什么在这段情境 有这么多委员提出这么多意见 这些人都是反改革的吗 这些人都是站出来被媒体每天骂 被call in 节目修理 立法委员 总统不要连任 立法委员还要连任耶 立法委员冒着自己被骂 下次连任选票减少的危险 还要出来讲话的原因是什么 都是因为这些人是代表利益团体 都是因为这些人背后有黑手 真的是这么简单吗 部长你也当过立法委员了 坦白讲 立法委员最在乎自己的名声了 最好每一个人都好名声 下次选举的都是正义改革的形象化身了 可是我今天很担心的问题是说 如果正所税这个政策 最后讨论到没有空间了 就是正所税就等于量能科税 正所税就等于公平正义 反正所税者即反改革 那我们就不要讨论了 立法院其实也不用排了 下次就直接通过就好了 我们一定会举手的 我们不敢反改革啊 谁敢啊 谁敢反对公平正义 谁敢反对量能科税啊 这种大帽子我们担不起 可是我要请教部长的一个问题是 我刚才看到您跟所有的委员在寻达的时候 你都很有信心 科正所税不会伤害资本市场 不会伤害到股票市场 不会影响到台湾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 股市还曾经上过一万两千点 可是当时科正所税的环境 跟现在整个世界整体的大环境 是不是真的一样 当时欧洲的情况 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吗 所以我今天只是跟部长报告是说 我不敢反改革 我也不敢反公平正义 我更不敢反量能科税 总统不要连任我还要连任 所以我绝对不敢 如果今天真的要拿这个大帽子扣下来的话 我想没有人会反对 可是我只问一个问题 我们立法委员跟政府的官员 我们都有良心吗 如果今天科了正所税 我们真的让他上路了 股市没有如同你们财政部预期的 股市没有挺过去 台湾的资本市场没有挺过去 部长 您告诉我谁该负这个责任 我想政策的推动 其实就是政策提出来是会负责任 不过我也想讲说 像这一阵子以来 非常多的说法呢 是认为任何股市的 不管是价或是量 全部都是因为正所税 我想这种讲法也是当然有商榷的余地了 所以部长我之所以要跟您谈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 我曾经跟您提过 您当一个财政部长的目的不是为了正所税 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所以当外界说正所税 能不能够决定您去留的时候 其实我反对的 我觉得没有理由 因为一个税制让一个部长去决定去留 您刘易如来担任部长 也不是为了正所税而已 你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 你是以这个大目标为前提 来制定所有的政策的 我现在只是很担心 部长 我觉得财政部也好 我们媒体朋友也好 我们一定要把正所税这个问题 把它真正变成一个公共政策 如果大家都情绪化起来 您知道吗 就没有任何人有退路了 同意 正所税决定一个部长的去留 正所税决定内阁要不要倒阁 正所税决定 大家有没有公平正义 决定是不是改革 正所税没有这么了不起 正所税它是个税制 没有错 可是不是科了正所税 我们现在国债这几兆 就可以马上还光的 不是这么回事的 如果今天大家都没有公共空间 来做讨论的话 其实我真的很担忧 很多政策的 就这样很仓促的上路了 正所税的制定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真的详细的制定 台积电张周某董事长 所担心的事情 应该我们就想到了 可是事实上证明说 其实我们为了要让正所税 赶快上路 有很多细节 我们并没有想得很清楚 所以财政部的案子 到了行政院做了调整 到了立法院 可能还要再做调整 但是我只担心一件事 我是拜托部长 就是所有的政策 不管是正所税也好 相关的这个土地 或者是房屋的实价交易科税 我想没有人会反对 我们只要 关心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改革的同时 我们希望不要伤筋动骨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 身体变得更好 改革的目的不是因为 为了改革这两个字 去付出其他层面的代价 我觉得这个 在改革的问题上 必须要想清楚的 接下来我要请教部长的问题 部长 我想今天讨论到国债的问题 我们解决国债的问题 所以才要成立财政健全小组 我记得当时财政健全小组 最主要的目的是改善政府的财政 我就直接请教一下部长 既然谈到了现在国债的问题 你也提到很多相关的政策 是李部长当时定下来的 跟你们来说 你们可能觉得需要做调整 那么是不是可以请财政部告诉我们 现在的债务 财政部打算怎么来做处理 因为当时李部长 曾经有一个还债的计划 他分了好多年 逐步的来做这个工作 那既然财政部认为要做调整 新的方案是什么 是 其实我们这个部分并没有做 目前是没有做调整 就是我们在今天报告里面提到的 以现行的规划 我们会积极继续进行 第一个就是对于说 这个税克收入那边其中的7.5% 作为还本的这个必要的这个预算 这就是也是依据立法院的决议 所以这个部分是继续进行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尽量尽快的减少 这个收入跟支出之间的这个短处 那所谓尽快跟尽量呢 可是也必须同时兼顾 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影响的层面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李前部长 他有提到这个原则 可是并没有定一个目标 或是数据出来 那不过最近因为主计处有承诺是说 对于支出不要再增加 所以我们收入这一面 我们因此现在就提出一个数据的规划 说以财政平衡的目标来讲 我们希望一年如果可以减少 可以增加 就是减少200亿的短处 然后增加200亿的这个收入去支应的话 那这样子我们就是需要十年 可是如果要靠这个钱去马上去还债 我们觉得对经济的冲击 可能是层面会过大 是部长 我想几个关键的问题 我来跟您交换一下意见 我认为第一 我觉得政府也必须对民众说清楚 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负债的 那么债务举债的作为是什么 我们把钱借去做什么 如果我们借去做建设 借去做投资 将来会有收益 对国家整体长远来说是有帮助的 这个债是值得举的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 在过去这段期间 我们的债务大幅的增加 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因应金融风暴 跟经济不景气 其实全世界都是如此 不独独台湾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债务 现在拿过来讨论 也许在太平盛世这样的举债 让人家觉得瞠目结舌 可是不要忘了 我们才刚刚度过金融风暴 跟经济不景气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政府必须要对民众说清楚说 没错 我们是举债了 可是至少我们存活下来了 我们经济稳住了 我们金融稳住了 我们将来才有机会 存在才有机会还债 如果不存在 连债都不用还了 那什么都不要讲了 我觉得这个必须要讲清楚 否则每一次在报道的时候 独独就拿那个数字 然后来算一算说 每一个人要贪多少钱 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这样的数据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第三 我也要特别提醒一下部长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税制 可以立刻让我们还债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让民众知道 否则大家觉得说 今天磕了证所税 今天土地交易 或者房屋交易十价磕税 我们就可以把债还了吗 其实没有 证所税就算我真的磕了 一年也就是一百几十亿 两百亿算很多了 也不见得能够还得了债 所以整个政府财政健全小组 真正的功能 应该是从各个层面着手 我们必须要先摆脱掉这个问题 这就是我一定要拜托部长的 财政健全小组不能够好大喜功 他必须稳扎稳打 他必须从各个层面 去宁定各项的政策来还这个债 而不要让民众有过度的期待 否则到最后 一个税制去赌一个部长的去留 一个税制去赌一个内阁 我认为根本不值得 而且也没有意义 好不好 拜托部长 而且我补充一句 就是说我们财政健全小组 上次有先粗略谈到这个题目 也认为要让民众了解一个名词 叫做最适债务规模 就optimum的这个debt的ratio 那其实并不是说大家 没有国家是减债减到零的 那这个观念我认同 对这点我也拜托部长